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烟花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如果说比较复杂的大型的烟花 那制作起来工艺是非常多的 没错 所以对于制作烟花的那些手工劳动者来说 每到年关的时候是他们最忙最辛苦的时候 那么有没有一项发明能够把这些手工劳动者 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呢 来了解下今天的节目 年有烟花方尽兴 节目礼炮不成欢 据中国《事业志》记载 花炮始于堂 胜于颂 发源于流洋 燃放烟花的习俗历史悠久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国内外各大赛事庆典活动的不断增加 都孕育了我国巨大的烟花爆竹消费群体和消费市场 这华丽的爆破如此讨人喜欢 那这些烟花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烟花的制作过程很复杂 要卷纸 打泥底 还要给这些组合好的炮筒上火药 在烟花行业 有很多环节都已经用上了 全自动或者半自动化操作 但是烟花制造的一个很重要的组盆环节 还在延续传统的手工劳作 组盆其实就是把单个的直筒用胶组装起来 每排之间用引线串联 保证烟花燃放的时候能够连续发射 这些动作虽然看似简单 但是极为繁琐 常年反复工作使人非常劳累 尤其是到了冬天 工作者双手都要落路在外 就更加让人苦无不堪言 您现在是在干什么呢 我是在组盆 就是把这个烟花用这个铜把它给组起来 是吧 对 那我看着您好像是 不但要把这些单个的组好 还要在网上面插上引线是吗 对 那您就是干这个工作 当然时间呢 两年多 两年多 那也是很平衡啊 像您这种速度的话 组一个这种49发的大概要多长时间啊 组一个 大概是大约是十分钟左右了 十几分钟 对 那这个速度还是挺慢的呀 是啊 那您觉得是这里边的哪个步骤 最影响这个你的速度呢 速度啊 就是 这个 把筒子钻起来的 就是把这个固定这个 这个直筒这个步骤 是吧 是是 那一会儿您能不能教我 让我也感受一下 可以可以 那我到这边来 可以 木板相当于就是要固定它的这个整齐度是吧 对 整齐度 是是 那我就是要把 你把它到这里拿七个桶 拿七个 对 有一个木板呢 也是固定这个整齐 不会动 那这样就不会动 你把手就这样 刷椒 这刷椒有什么讲究吗 刷椒 真人啊 这是大约到这个地方 这个 对 四分之干的地方 对 对 这个把这个 筒子与筒子之间 钻起来了 还得再转一下 对 那这个挺麻烦的 对呀 这个多重点 我想是那么简单 对呀 多一点 手肘要用力 手掌还要用力 对 可以 你穿起来 对 等串完这排的引线 我们这排就基本做好了 但花费了三分多钟 我们的记者还仅仅只完成了这份工作的十分之一 就四十九发的樱花而言 他还需要重复六次这样的排例 等排好后 还需要用胶带固定 最后再用引线把四周的直筒 穿起来 那您看一下 我之前弄的这几排 它合格吗 您看看 合格 就是 合格 那我觉得就是做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很难 但是呢 这个工序很繁琐 对 工序很繁琐 那像您这样一天坐下来就累不累呀 有点累呀 有点累的 发明人 发明人周福国 发明项目 烟花 阻盆机 周福国出身流洋农村 愿爱学习的他却受生活所迫 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回家 当时家里都在烟花厂 做着烟花阻盆工作 他看到母亲深受工作的劳累 便按下决心 一定要发明一台机器来代替母亲受苦 这么多年来 老周一直潜心研究 自己设计图纸 自己动手操作 好不容易造出了一台机器 却又不能动 执着的他赶紧拆了 又造型感 经过反复动手 一台能够一次性完成排列 插饮 刷胶和胶带固定的机器 终于诞生了 周师傅 这个大家伙 就是您发明的烟花阻盆机吗 是啊 那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来 我介绍一下吧 好吗 我们首先这个是下料桌 下料桌之后就是 就是爬震动之后 下料桌震动它能够离排位下来 不下来 后面我们就会推 推掉档枝 看到没有 推掉档枝 把推过来 推到这个地方 一排 推到这个 推到这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 这个粉一擦眼 就往那边 擦好眼之后 我们就到这里 就成形箱了 这叫成形箱 到了成形箱 哦 到这里是不是就可以 下胶了 对对 这就开胶了 这是自动榜样的 这冻的胶水 就粘到这上面 对对对 这上面 我想这里就 已经到这里 打胶带 打胶带是吧 对对 然后就推过来了 对对 那推出来就是 成形的OK了 然后等我把它 扑扑走 哦 就成那种 整排的了是吧 对对对 那要不我们发动一下 机器看一下 哦 开一下这个开关 就行 应该是吧 开完就行 哦 这就是自动动作的 师傅移动开关 机器就发动了 下料斗也开始抖动 小纸桶随着抖动 均匀地形成一排 然后被推送到下一环节 这时插引机头发挥作用 在纸桶间来回移动 大孔和插引同时进行 然后浇水均匀滴露 每排下去都有一次紧压 最后缠上胶带 就算完成了 那这个是做好了是吗 那我们来检查一下 这个效果怎么样 那我们担 怎么了 这个是有讲究的 有讲究不能那么下班是吧 要搬得下 这个位置 这么搬 这样它就会 还是会罗列得很整齐 它就不会动 不会动 是不是这个胶 胶得太少了呀 不是的 机器组装好的炮筒 方方正正的 可是明显用的胶 要比人工的少很多 虽然这样节约了成本 但是这么少量的胶水 有会不会影响 炮筒的粘合能力呢 烟花绽放了 瞬间深受人们的喜爱 可是烟花绽放时的安全 更受人们关心 因此我们决定 要将机器组装的炮筒 和人工组装的 来个对比测试 周师傅 您看您身后这两个炮筒 它这一边是人工做的 然后另外一边是机器做的 现在我们是在这上面挂着两个挂钩 一会儿我们要在这上面加重物 也就是加水 我们看看 就是这个炮筒之间的粘合能力 是机器做的好 还是人工做的好 好吧 那现在就是我们先撑一下 这个小筒的重量 吊程撑出一小筒水的重量是13千克 把它挂到挂钩上 五秒钟过去了 但机器和人工组装的炮筒 都安然无恙 浇水粘合处一点变化都没有 再乘一下中耗橡皮筒 19千克 这回挂上去会怎么样呢 浇会开裂吗 我送走了啊 好 送走 不会掉啊 不会掉 没有掉下来 但是我们看一下 周围的就是 看来这边 看看这个 对 好像是问题不是太大 不到 来 那我们先去 看看机器这边 对 你看 太一样 一样 一顶都没有 可以是 那这个胶还是这样 对对对 最后我们决定再试一下大耗桶 我们把之前的两桶水 全倒到大桶里 那这个桶子要大很多啊 两桶子大很多 相当于是两个桶子的重量 那你试一下 看看我能不能运得重 加上大桶的自重 已经超过30千克了 这满满一桶水 刚提上去 就撒了很多 厚厚的橡皮提手 很难挂上这小小的挂钩 看看啊 啊 后面啊 没有这个 这好我一个 坏了坏了 坏了 坏了 掉下来了 对对 你觉得那咱们机器做的还有戏吗 机器做的我估计 比这个我试试看吧 试试看 好吗 没底是吧 对没底 没底 再试一下 怎么样 你现在紧张吗 紧张 要掉了 对 非常紧张 好 我们重处了 看看啊 看看 快点掉 快点掉 再看 看看看看它会不会掉啊 好 哎 好像没事了啊 三十是没事 三十没事 看看这边 看看这边 快好 一样的 你看看来 你摆一下 摆一下 真实 对 真实 对 这是破了 破了直层的直层 知道吧 因为我们这个 破了三层 手工做的 没有三层 压针的时候啊 它就在脚到里面 手工的方向 你不压针了 它就不到里面 所以破了直层 这边就破了一层 这个压实了 压实了 它的粘性就更多了 对对对 好 我们刚才呢 做了一个 关于这个粘合能力的测试 看来这个机器做到的效果呢 跟人工相比呢 还是效果比较不错的 那么 怎么知道 它这个粘的牢不牢 到底安不安全 首先呢 我们说一个安全问题 如果说这个桶子之间 粘的不是很牢的话 它会出现 放的花的时候 它会出现放花的时候 这个桶子分开的这种现象 那么在这呢 我们也可以展示一个小实验 好 来看一看 如果说这个桶子已经成单个的了 再给它点燃以后 那么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我就用这个气筒啊 给它打气 哇 我们看这个烟花放出去的时候 直筒也倒地了 对 如果说还有没放完的烟花 这就很危险了 对 边上呢 要是打了以后 再去向外这个喷火 它就会横着去走 这样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我们把几个桶给它绑到一起 这就相当一个粘好的了 我们可以再看一看 好 基本上纹丝不动 对 纹丝不动 非常稳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桶子都粘到一起 非常牢固 这个对安全的影响是非常大 但是我想作为一个烟花 它的这个安全系数要求应该是很高的 就是除了泡桶粘得牢以外 就是说它的地面比较稳固 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 对它来说 前面我们已经测了它的抗拉了 我们就可以用东西去压一压它 看看它受不受破坏 那么看它的承压能力 那这个机器组出来的这个直筒 它到底能承受多大的这个压力 或者说重量呢 我们通过一个现场的实验去检测一下 只撒了薄薄浇水的直筒 却能吊住满满大桶的水 那么面对汽车的碾压 直筒还能赫然挺立马 请继续收看 绽放精灵 通过粘合能力测试 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机器在阻碰过程中 喷得焦量较少 但是由于机器能够喷洒均匀 又能强而有力地挤压 所以各直筒之间形成了较好的粘合 由于烟花在迸发时 要达到很高的高度 这瞬间的爆发力大到惊人 要保证每一发弹药都垂直升空 而且地上的炮筒仍然不散 需要对炮筒的质量有极高的要求 如果炮筒承重能力不够 会直接导致烟花在燃放时出现翻倒或者散文 这些炮筒一旦出现意外就会不受控制 直接损坏观看者的人身安全 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个炮筒的承重测试 记者先站上炮筒 发现这炮筒无论是人工做的还是机器做的 仅凭四十多千克的重量在上面活动 都难以破坏它们丝毫 一旁得意的发明人又领着记者就地取材 找到了一个大铁块 那这个啊 对 这大铁块 对大铁块 那这个有多少斤啊 看它 十分 哇 我这块有称 我们称一下 对我们称一下吧 我们看一下啊 一把五十九斤啊 那有三百多斤啊 没有方便 那周师傅 你这把这个抬上去以后 我们那个还能收得起吗 没事 没事啊 没事那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行 好吧 没想到这个铁块居然超过了一百五十千克 那么这个大铁块放上去以后 我们的炮筒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先是人工组装的 一点小心一点 再搅搅搅啊 没想到铁块刚一上去 炮筒就毫无征兆地晃动起来 仔细一看 旁边还有散掉的 三百斤的重量压上去以后 这全都散了 对对对 那就是说那这个 你看一个一个都散了 那现在我们再试一下 那个机器做的 行行行 那您觉得机器做的 倒了 您觉得用那个机器做的的话 它能承受这么大的力量吗 应该能承受 应该能 应该能 刚刚那个已经闪掉了 小心一点 把大铁块搬到机器做的炮筒上 被压制的炮筒安然无恙 人站上去 炮筒也是闻思不动 你蹦下吧 我蹦一下 也没事 你下来吧 好 下来 就是你还带着十个方子也不会倒 再来十个方子也倒不了 对对对对 对 走吧 我们带你去看点自己的 来点自己的啊 好吧 还有是吧 对还有 好 看一下 看一下 把车开过来 把车开过来 来来 过来 那我觉得它可能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力量 我们试试它吧 那你也来 你也把它带着 周知虎怎么样 紧张吗 不紧张 不紧张啊 可是这是只做了呀 不是我们平时的那种木面 我相信我对我这种木头有信心 有信心是吧 那但是也要注意安全 还是慢点 周知虎虽然嘴里说不紧张 但车却开得小心翼翼 轮胎从一个个炮筒组成的路上碾过 中心有些不稳 但也不太影响车的行驶 四季王 好紧张 是很刺激 但是很紧张 我是没有 你确定我们待会能过去吗 已经在上面了 已经在上面了是吧 那就能停车 都会在上面了 对我感觉这根是有一边的天空的 好 好 好 这里感觉有凹下去了 凹下去了 下来了是吧 那我们现在我们下去看一下 我下去看一下 这东西有没有被压坏 对对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哇塞 它这个 一顶色都没有 一顶色都没有 你看 你这个机器还挺厉害的呀 对对对 对 就一点事情都没有 对对 咱们这样吧 咱们再加大一个男子 这时工人师傅又推来一些炮筒 组成了一个双边桥 没想到车一下就开上去了 一旁看着的工人们也好奇的钻了上来 这时双边桥上就载着满满一车人了 这下这些油直卷成的桶还能自然比例吗 我们看到 这些被压过的炮筒 只有少量凹险的现象 看来我们只能再加大难度 小轿车没能拦住 我们上货车怎么样 哎 师傅 您开这种货车开了多长时间了 六七年吧 六七年那是老司机了是吧 算是 咱们这个车有多重啊 两吨半 两吨二吨五吨是吧 那您以前开过这种路面吗 没有 这是纸子 那您对这个 您觉得这个车开过去有问题吗 应该没问题 因为它刚才它那小车也开过去 小车也开过去了 哎 周师傅 你觉得这个货车它能开过去吗 哎 我就还可以 现在心里就有点紧张了是吧 对 心里有点紧张了 好 那咱们要不跟货车试试 要跟货车试试吧 这是一辆超过两千千克的货车 前轮很轻松的上去了 可是又滑了回去 在一向前 许多炮筒就被压得偏倒了 整个车身也都陷进去了 挑战失败 感觉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刺激吗 周师傅 我看到这个前面这一台 还是没有问题 那怎么它会到这里就散了呢 它因为它这个货车不像我们小学 知道吧 它隔油 它就是发挡的 那您觉得这个货车没有过去 您觉得遗憾吗 不遗憾 不遗憾 为什么不遗憾 因为我们的炮筒成熟能力不要这么大 对 或者说我们的炮筒 像有这个成熟能力 可以说是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10分以上 好 我们看到 用这个牛皮纸 机器组装的这个纸筒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前面这个小汽车都没有把它压垮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理 彭老师 我们来说一下这种结构 如果把一个一个的圆筒 给它排起来 这样组装起来 这个结构本身它的承载能力就是很强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实验 你看现在我这使用的这个纸 就是普通的A4纸 我给它裁开 裁开以后卷成筒 卷成筒以后 我把几个筒给它粘起来 这实际上就是两张纸 对 它的承载能力就很大 我们可以拿一个重物给它压上 你看看 这个行啊 这是个工具箱 工具箱 里边有 几公斤重 对 有钻在里边 真是 红色好以后 它的承载能力是很强的 对 但是真的是用两张纸的侧面是完全做不到这样一个效果的 对 当然这个实验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它的粘合力是非常好 对 所以一个是它的粘合很好 另外一个它这个结构让它也很稳固 对 那看来机器做的这个炮筒还是完全合乎这个安全要求 通过前面的验证 我们可以基本判断机器组装出来的炮筒可以达到要求 但是最终的判断还是要看能不能燃放 由于老周急于想看到效果 所以就做了几个白天燃放的采烟准备试一下 只要炮筒在燃放时不会偏倒不会散盆 就说明我们排列组合这一工序是成功的 可能把这些药送上去 那盆能呢 肯定能啊 好那点一下 好 两个人一起 对 残烟燃放时我们看到每一颗迸发进去的弹药都是强而有力 在空中爆破的那一瞬也极举威力 因此保证弹药是向上而非偏倒 一定要依托各小炮筒自身的粘合能力 它还是粘得很紧的 对对对 对 它没有因为上去冲上的粒给冲散了是吧 对对对 主要是它这个架子它没有散掉 对对 架子没散掉 那只要这个架子没散掉 那就能保证它燃放时的一个安全 对对对 那现在呢是这样的 就有一群这个制造这些炮筒的能手啊 他们要过来跟你挑战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行了欢迎了 欢迎是吧 那行那您看看那边 他们可都来了 欢迎了 欢迎他们 那怎么着那您应战吧 开始吧 开始了 那要再准备一下吗 对 没准备了我们开始了 就现场就开始了 对现在开始了 充满信心的老周直接就开始应战 前来挑战的能手们也迅速找到自己的工作台 我们现在是两边 每个队呢是做二十个 我们一会儿看谁做的最快 谁的质量最好好不好 好 好那现在可以开始了 这场人机大战充满挑战 一面是好几位经验丰富的组合能手 另外一位则是第一次表现的大机器 只见比赛刚一开始大家就忙开了 几位能手都埋着头熟练的工作起来 刷脚打孔放引线十分连贯 再看机器这边 机器在人工的操作下也发出连续不断的哄响声 散着进去的小织筒都整齐着出箱 这些炮筒一个一个排着队出来 似乎胜券在握 而人工这边也毫不示弱 我看您是他们当中战略最大的一个呀 那您怎么样 累不累 不累 不累呀 是您有信心超过他们吗 有 就是个挑战他们的 好加油 一会儿功夫过去了 机器这边已经轻松的出入了十几个了 而人工这边仍然保持之前的速度 优势不太明显 再战斗一个来回 机器早早就停止响动了 而人工这边还在进行扫尾工作 那最后的胜利究竟是属于谁呢 完成了是吧 完成了 好 那我们再去看看机器那边 周师傅 周师傅 这机器已经停了 是不是已经好了呀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有人工为引 那我们现在是 还有人工再为引是吧 对 人工再为引 这个引线 引线之前不是插好了吗 不是的 不是的 没有为引 哦 就是旁边这些还没有围住是吧 这是用来串火的是吧 那现在您看 这些能手我们都已经做完了 咱们现在乐后这么多 您是做的第几个呀 还做了几个 他做了几个呀 这我们就失败了很多呀 乐后一节呀 对 那您现在 什么感觉 这个什么感觉 这个反正就是没有人工裁判了 老周的机器在人机大战中失败了 虽然他当时一脸轻松 可是心里却不这么想 自失败之后就一直闷闷不乐 不吃不喝躲在仓库里琢磨和研究 他反复调试着手中的机器 小的是眼不能用电机带动 那他就自己手动用蛮力 他的目标就是要研发一套 自动围引系统 那您跟我讲一下吧 您是怎么想的呀 通过电机带动这个灵感 电机带动 对往下插 看到了这个U字形的针已经下来了 对对对 对好像插下去了 你现在那个针的里面 对 针的中间 对 针中间 下去了 两边好像都插得还不错 围引系统研发出来了 老周迫不及待的把它装上了机器 为了提高效率 他在每一边都安装了一个 制服将机器启动 这个之前的工序都跟已经一样 之前的工序都没有变 而新增的围引系统也很快进入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当直筒都被排列成一个整体后 围引系统就迅速上下移动 移动的同时就把外围的直筒用引线连接起来 很快加了围引系统的炮筒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来检查一下 看看这个新的装置 哎呦有胶 要从这里给它 哦对对对 以前这边上是要人工来完成的 要需要人工来完成的 对对 现在好像是 我擦一擦看看可以吗 可以可以 这还可以 对这边 我看着跟人工做的都差不多 你找的时候 这个坑比人工做的还小 还要小一点 嗯 还小 因为它这个发射这个高度 有这个孔式分析关系 对对对 直接关系 孔越小 就发射到不越高 对对对 花样百出的炒菜锅 能否得到投资人的青睐 我觉得它从工业设计上是一个完整的 你不用这个 其实它这个提起来丢份的份 煎饼鸡 豆腐鸡 它们的市场前景究竟怎样 敬请关注魔力发明秀 好 现在这个烟花的种类是越来越多 不管我们燃放多大的烟花炮筒 我们永远只看到一根引线是需要我们点燃的 但其实烟花里面的引线是很复杂的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发明人给机器装了两个黑色的小机头 就解决了这个炮筒这个围影的问题 这些个炮筒它里边都是独立装药的 要靠这些引线把它们连起来 当这里边的药炸了以后 这个引线燃烧 再引燃下一个桶里的药 所以这个引线 一个是它可以把另一个桶里的火药点燃 另一个它还有一个延迟的作用 那么这一排桶做好以后 下边又一排桶 这排桶跟它应该是什么关系呢 就应该是把这两排应该给它连起来 我们说的把这两排连起来 插的这个引线就叫做围影 给这个引线插进去 这样这排放完以后 这排再接着一个一个的放 然后下一排再一个一个的放 对那就是一个串联的意思 那么它这儿加装机头以后 用调速电机 用锣杆去调节它的位置 那么是不是像彭老师刚才说的 点燃一根引线 那么我们的这个炮筒 就能够足及的很好的燃放 我们要去现场来验证一下 回引的作用 就是让所有引线在点燃后 都能挨个燃烧 确保每一发弹药都能顺利到破 之前的围影工作都是由人工完成 人工可以确保工作的精细 但是机器做效果又会怎样呢 我们决定试一下 周师傅 这个是我们就是加了围影装置 以后做出来的这个炮筒 但是呢我们又不太确定 这个引线是不是都到位了 然后我们今天呢 是在这个里面加了一点点火药 然后我们点一下 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引线都能烧着 好吧 好那您点一下吧 我们可以看到 点着后的引线炫富燃烧 还冒着浓烟 随后就由火光冒出 但是效果明显不佳 四十九发的烟火 却不是所有的都得到充分燃烧 周师傅 这是烧完了吗 没有 但是我看着后面这两排都没有冒烟 那是不是表明这两排的那个火药都没有出来呀 对对对 这一排全是黑的 那就是刚刚燃烧过的 对对对对 那这一排它都是都是 没过火的 干净的 对没有过火的 对没有过火的 那是不是就只要拆这一排就可以了 对对对 都在里面吗 对 你看这些药的完全都没有烧过 你看 引线都在里面 对对 那就是火没有串过来 对火没有串过来 那这是为什么呢 什么原因啊 这个应该是那个擦眼的时候 没搞好玩 好不容易改进的围隐系统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周福国再次回到工厂进行研究 本来问题不是出在围隐上 而是控制电机不够精准 它重新设置电机的转速 那么这次做出来的效果又会怎么样呢 不过来 完了吗 是不是每个桶它都有一个小黑点 就表明它都有烧了 是吧 就是还要到的 嗯 对 就是烧完了 我再摆一招 嗯 里面药也没有了 就点泥吧 这都是啊 这里面的都烧着了啊 那是不是这就代表着 如果我们上了效果以后 它这个每个花都能打出去 对对对 之前的验证成功了 似乎安全引化也消失了 那么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引线能够挨个燃烧吗 这次我们按照烟花制作的标准 做了一个成型的烟花 火一点着我们可以看到 每发射上去一颗弹药 用引线串联的炮筒下方 就会冒出火星 而被打到天上去的弹药 也迅速在空中形成美丽的花朵 绚烂又精彩 一会儿一组烟花就放完了 放上去的是响了49下 对对对 就爆了下来爆开的都是49朵花 现在那个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行行行我们看一下吧 好吧 看这个烟花的效果怎么样 那么你手机应该是别门看 对不对 看看里面这个方便 对对对 把这个烟气过好的之后 就证明里面都没有了 爆了 对对对 那这个是烧得很干净啊 对没有了 那就证明了咱们这个机器做出来了 这个烟花效果还是很好的 对对对对 解决了唯一问题的老周 精神更加抖擞起来 第一次人机大战的失败 促进了他改进机器的决心 而现在机器改好了 他相信如果再来比赛的话 一定会取得不错的成绩 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就要开始了 与机器抗衡的能手也迅速到位 您觉得我们这一次比赛的话 您觉得您能战胜几个人呀 大概七八个人左右吧 那七八个人是往左还是往右呢 应该是八个人吧 八个人 这个事情有 那为什么是八个人呢 因为他们少过走牌了 每个人打开每个小时只能够走过两百方 是吧 我这个机器 每个小时能够达到 两千五 意思说就是我说八个人 八个人还是非常保守 那您觉得就是用多长时长比较合适呢 用半个小时吧 半个小时 那我们看看这边啊 这些组拼这些炮筒的能手们 你们有信心战胜这个机器吗 有 你们的信心来自哪里啊 我们人的 好 这边有信心是吧 经过一番准备 烟花组盆机和人工组盆能手都已经准备好了 比赛 开始 周府国的机器开足了马力 轰轰的组着炮筒 而且它保证每个散着进去的直筒都是成组的出来 插饮 喷胶 尾饮 缠胶 一起喝成 而手工能手也卯足了劲 干劲十足 一排排的炮筒都被叠加起来 而一旁观看的观众也充满了好奇 您觉得这是会机器胜利呢 还是人工能 那肯定是机器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赢不了我们做机器干什么呢 对机器有信心是吧 对肯定 那您呢 不一定的 我们这么多人 你看 就是您还觉得这个结果还是不好说 就是吧 两支队伍都十分给力 信心十足的老周 还不时跑到人工队这边去看 但是正当比赛热火朝天的时候 机器却突然出现故障了 师傅怎么回事啊 这个就整顿了嘞 这机器怎么不动了呀 这个整顿了 你看不 看一下 哦 这是扎这个引线的这个针坏了是吧 对 那你现在是怎么办呢 坏了 现在就把他整的换掉 要换掉 可是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分钟了 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 那您现在感觉他还能赢吗 难得 这个不是问题 经过五分钟紧张的维修 机器终于修好了 机器修好后重新回到比赛 可是刚刚的小插曲却更加振奋 守功能守的心 哎 哎你好 您现在已经是做第几个了呀 第二个 还在第二个呀 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愣呀 感觉很累啊 很累是吧 还有心心瓶那边吗 有心心瓶那边吗 有心心瓶那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很快三十分钟就到了 现在刚刚终于了 三十分钟已经到了 大家开始心下手都活了 谢谢那边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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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还在这边 怎么还在干呀 下手都活了 时间到了啊 现在我们是要看看这个煮一段咱们这个数量 一起大大做了 多好做了 多好做了 后面也三个 花样百出的炒菜锅 能否得到投资人的青睐 我觉得它从工业设计上是一个完整的 你不用这个 其实它是个替脚丢份的事 煎饼鸡 豆腐鸡 它们的市场前景 究竟怎样 敬请关注魔力发明秀 我们逐个了解每个能手所做的数量 再把它们统计起来 一共是22个 那你们现在是不知道那边的状况啊 机器那边 您现在预计一下 是咱们做的多还是机器多呀 那我们做的多 你们多呀 为什么呀 有八个人 有八个人 行那我们现在去数一下那边机器那边 看看情况好了 好 机器这边已经麻的像城墙了 咱们数一下 40个是吧 那比你们多了一十八个呀 那您现在说了福气吗 我说福气 我再看看 比一下他们做的质量怎么样 人们做的好 都哪些觉得比你们好呢 方正正 这个都方方正正的是吧 挺直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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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围了眼睛 还有没有围眼睛 我也围了眼睛 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不满意 怎么不满意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机器刚弄好 刚引发出来 如果要是 请不把他定解 什么东西 调到极致的话 至少比这个 他要多五个 这次成功让老周十分有面子 也让他在当地 变得小有名气 随后他便接受邀请 去看一场烟火晚会 烟火晚会 位于长沙橘子周头 夜幕降临后 空中便升起无数斗花来 美丽的烟火随着音乐的节奏 变换不同的造型 十二是个可爱笑脸 十二又是奔发向上的大火球 稍作停息 又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惊喜 虽是身在烟火之乡的老周 却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 结合各种科技的主题晚会 他仔细盯着天空中的画面 欣赏之余更多的是思考 周师傅 今天的这个烟火晚会非常精彩 那就是像您这个机器做出来的产品 它也能打出这种造型来吗 行 它是小部分的 就是今天的这个烟火晚会上 有您这个机器做出来的这个烟花吗 今天没有 没有 今天没有 那就是那您下一步的目标 现在我的意思就是把它整个 我一个人做出的产品 能够适应这个烟火晚会 回家的路上又是一路夜景 而老周无暇欣赏 他又把自己关到厂房 因为这场晚会 他也看到了自己机器的不足 晚会上那些大而闪亮的烟花 都是大直径炮筒组成的 只是他的机器所说不到的 他想到 要是在机器上安装一个可以调控的装置 不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于是他有了思路后 马上就开始动手工作 改进后的机器整个个头都大了许多 修师傅 我看您现在调试的这个机器 要比之前我们看到的要大很多 对对 做的改进我们可以调节 那它主要是在哪里调节 就在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 这不就是一根小的螺丝吗 那不是 就是把它一面中的方法 就可以调出来 调整 哦 它是一个可以调 对对对 这个可以调整的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我要做十六发的 你就调小 啊 对对对对 如果我一样想是做大桶的 那就调小框也 六发的 就把它往这边调划 啊对对对对 啊对对对 机器的操作仍然没变 大个儿的直桶很快就经过一道道工序 一会儿工夫一组大个儿的炮筒就组合好了 那么这次组装的效果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仍然装好火药去看看燃放的效果 来到空地 我们点燃七十五毫米内径组成的烟花 由于内径大 所以装的药量也大 但要问发的那一刻极取威力 一声巨响就冲上了高空 散落成一朵朵明亮耀眼的花 相比小桶组装的烟花更有视觉冲击效果 而放完冲击力更大的弹药 炮筒仍然直立着 没有出现散盆或偏倒的危险情况 有没有哑蛋在里面 没有 这个没有 你看 没有是吧 都黑了就知道没有哑蛋了是吧 对对对 这个没有 没有哑蛋这个没有的 那看来这个效果还不错呀 还行 流洋是烟花的起源之地 每年烟花产量都在三百亿盆以上 每盆烟花的发数按最少的算 每年也有四百亿发 而这么多都由人工来组盆的话 一定有难以想象的困难 人工平均每人每小时 只能做二百五十发 而现在劳动力又那么缺乏 年关一进 人们对烟花的需求量更大了 这下可急坏了一些烟花厂的厂商们 而周辅国和他的烟花组盆机 经过不断改进 在当地名气也越来越大 随后还吸引了一些 慕名而来的烟花厂商 有一位厂商表明 要拿人工组装的烟花和机器组装的 去现场燃放一下 对比一下效果 我想了解一下 您的工厂 现在大概有多少工人呢 我现在工厂有一百多 那就是说 做哪个环节的工人 是占的最多呢 就是那个 组那个盆的 那现在大概是多少工人 大概 我现在有四十多个 四十多个 就是一百多个人 里面有四十多个是组盆的是吧 对 那占了将近一半的呀 我今天想看一下 这个机器组的和那个 我们组合那个手工组的 看怎么样 就是个效果打出来 那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您才满意呢 我就是机器和人组的两个 都是一个样 那您看啊 我们现在呢 是这里有两组不同的烟花 这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是机器做的 有一个是手工做的 我们等一会呢 是准备是把它燃放上去 然后您再看一下 就是燃放的效果 您自己来分辨一下 看能不能分辨出 哪个是机器做的 您是人工做的 好吧 好的好的 而这时一旁严肃的质检人员 也将对今天的燃放做一个严格的评定 那您待会要从哪些方面来给我们的这个烟花来做个评定呢 第一个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燃放要不出现那个低炸 第二条就是防止那个倒铜 第三个就是那个燃放的安全距离 那像我们这个它的一个燃放的距离应该是多少 最少是20米 记者和老周一起把烟花放到20米外 烟花点着后随着一声巨响 空中变像仙女散花一样闪烁着五彩斑斓的火光 让原本黑暗的天空瞬间明亮耀眼起来 烟花厂商和质检人员目不转睛的观看着 那么他们分辨出来这是用机器组装的 还是人工组装的了吗 怎么样您觉得 分不出来 分不出来啊 那您觉得呢 分辨不出来 那它的这个效果 从这个燃放的高度呀 还有您刚刚说的那几点 都符合安全要求 都符合要求是吧 对 其实我也没有分辨出来是人工做的还是机做的 就是挺绚丽的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再拿来 再来放一下看一看好吧 接着又放第二个 这个无论是从高度还是爆破的力度上看 都和前面的难以区分 一只只美丽的花朵争相比美 都竖直着冲上去 没有哑蛋 更没有质检人员担心的炸糖问题 烟花放完后 烟花厂商和质检人员 对打完后的炮筒进行了检查 看出来了吗这回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两个都一样 都一样是吧 没法分辨啊 对对 没有 那您呢 您能分辨出来吗 分辨不出来 那这一次打的这个效果 怎么样 就合作了吗 完全符合安全要求 也是符合要求 对对对 一个一个方难以分辨 那我们把两个规格相同的烟花一起燃放 效果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让两盆烟花的燃放距离为15米 这回一起打上去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虽然两边的花色不一样 搭出的时间也不一样 但是搭出的高度和质量却真是不相上下 怎么样 您刚刚是两个一起放看出来了吗 还是一个样看不出来 就觉得很鲜利是吧 分不出来分不出来 分不出来 那是不是分不出来 就代表着咱们这个机器做的其实没有比人工差呢 那肯定不错 看在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不错 那您对这个机器满意吗 所以继续做的 这个行我看也行 现在的劳力不够 肯定应急 打算买一台是吧 对对对 打算买几台 一台少了 买几台还得 那周师傅 你们觉得很满意吗 对刚刚这个机器做 周福国设计发明的全自动烟花筒阻盆机 巧妙地实现了花炮直筒的排列 插引 上胶 缠胶 等一系列传统手工工艺的自动化机械操作 经过改进解决了插引不稳定的问题 并且增加了围影功能 使烟花阻盆工具一步到位 实验证明 机器操作简单 直筒排列整齐牢固 插引效果良好 完全达到烟花制作与燃放要求 做到了每小时3000发以上的产量 发明人所发明的烟花阻盆机 实现了阻盆 灌胶 插引 和最后的围影等一系列工序的自动化进行 提高了生产效率 降低了人力成本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械装置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装置相对还是比较开放 操作区和它的功能区没有完全的区分 这样的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产生一些物的操作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 我们发明人在灌胶的固化过程 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如果能采取一些比较新的花样素质 和进行烘烤的固化方式的话 可以大幅度的缩短固化时间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 感谢彭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精彩的讲解和实验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我爱发明 欢迎继续关注客交频道的其他内容 欢迎订阅